我请教肖婉玉 金华城的案子 今天周刊揭露的 其中一部分 朱雅虎的对话 讲到的是 七人两百一 那是媒体曝光的 金华城使用的人头 抖内给政党 然后呢 今天事实上 媒体也追踪了 这一个检调方面 约谈东森的王令林 那疑似也可能有 高达二十个左右的人头 那也这一个 抖内了政治现金 去年大选的时候 事实上你也在 我们节目当中谈及 特定的集团 在新北市抖内 侯友宜的政治现金 我发现这个集团 这个化整为零 找员工 找人头 然后分散 然后最后呢 抖内出一个大的 这一个数目 现在看起来 好像挺多案例的 老实说政治现金的风暴 或是政治现金的风波 其实有很多 包括说我们去年 其实就提到说 侯友宜市长当时为了台北港的开发案 就疑似拿了这样子的资金 然后包括像是这个许玉瑞 杨德集团的员工 透过很多的人头 总共加起来 大概是一千一百万的情况 让台北港的开发案 一路是开绿灯 甚至做了土地的变更 可以来设仓储 可以来设物流 然后可以在这边形建 又或者是我们也提到说 像黄珊珊其实也是 当时她和这个 现在的副市长 洪震生 她其实他们那时候 一起在联手的时候 就是在处理设置岛的开发案 包括设置岛的开发商 也是透过很多的项目 来做政治的陷阱 总共加起来 大概我们查到的是 三百一十万左右 那可能一次都跟 这样子的土地开发 又或者是建设 有非常强烈的相关 我打个插 你们查到 比如说你们查到 那个建设公司 然后你们查到的是 比对比较大额的 土内 然后就发现那些 大概就是要找到关系人 比如说他可能是有员工 然后曾经出现在 新闻资料上面的 或者是员工的家属 然后曾经出现在资料上面的 所以这已经是 非常非常限缩 在我们查得到的资料 因为有很多员工 这么多人 我们根本不知道是谁 好 说补充一下 所以你们可以查到的 比如说 假设某个集团 某个建商 假设他的经理人 或者经理人支配 或者董事支配 你们是查这种 直接相关的 是 我们是查直接相关的 然后像那种 珠牙虎早的 就是刚才主管这种 还有一些是 你查不到直接相关的 对 像这事情 有很多人承认 所以你查到的是 这样的金额 真实的斗内金额 跟真实的人头规模 一定比你查到的还要多 对 一定会比较高 因为有太多人 像这次的资料 也看得到说 尤其是很多人 老板叫我们捐支持他而已 我根本不知道 这是为了要土力 或是为了要 这个容积力 要增加的部分 所以看得到是 光是像这样子的案件 其实层出不穷 但是呢 我们却看到说 在这次的金华城案件 北检在上周五 有跟北院申请了 要来扣押金华城的土地 这其实是 非常非常不容易的现象 因为过去要做扣押 代表说 他其实要有一个 比较明确的市政 还有是能够清楚的 跟未来可能被 没收的不乏所得 是有高度联动的 才有可能申请到 这个扣押 所以我觉得这代表是 整体的金华城的事件 事情其实是蛮大条的 让北院能够 做下这样子的裁定 所以看到的是 被没收不乏所得 其实在实物上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大家可能不太清楚 说要怎么样来扣押 不乏所得 或是它有多困难 史丹利亚曾经做过一些调查 像是在这个重大经济犯 被关在外疫间的部分 我们那时候就查到说 他这个疑似不乏所得 超过5000万的 大概有32人 其中有23个人 其实从来没有追回 任何一毛的不法现金 不法疑似图利的部分 那甚至是像我们的 这个总招 不关其总招 他也是曾经是这样子 关完之后 能够爽爽化 所以扣押不乏所得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所以我才会说 其实证据要很明确 而且要跟这些市政 有高度的联动性 才有可能当法院裁定 可是在这个扣押之后 我们看到发生哪些事情 大家怎么做反应 首先是顶月公司 顶月公司就会说 这个扣押 或者这个疑似土利 或者是申请农机 跟我没有关系 土地是我的 我其实不是行为人 也不是我来要求 要来做行贿 或者是土利的 所以拜托不要来做这个扣押 这其实是没有直接联动性的 其实他这样的声明 老实讲是蛮正常的 因为他是土地持有的公司 然后整体的申请农奖的部分 是金华城公司 土地是他跟金华城买过来的 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是 他的声明的确很正常 但是他没有搞清楚 后来有这个扩大收押 即便你不是行为人 即便不是你只是 直接利益相关者 可是只要跟这个不法利益 有牵涉的 其实都是在这个扣押的范围里面 所以他的确这个声明 是正常的 只是没有理解说 扩大扣押的这个适用性 那另外一个 比较不正常的是什么部分 比较不正常的是 北柬扣押 北柬申请法院 法院裁定扣押之后 民众党第一个就跳出来骂北柬 这其实是有点奇怪 是裁定是法院所裁定的 为什么你要来骂北柬 另外就是 这扣押的土地 是顶月公司的土地 所以到底是不是这个土地 其实是民众党的党产 还是你民众党今天是金华城公司 是微经集团 是小省的发言人 其实都很奇怪 但说奇怪 也没有这么奇怪 因为过去木可公司 也是说他是独立的公司 我跟他没有关联性 但是他也代发了声明 所以这次看到是 民众党这下又变成了 是这些财团的发言人 甚至是说 这个土地你扣押了 我非常不满 我来骂北柬 首先也搞不清楚 就是是法盲的情况下 来骂北柬 其实就有点荒谬了 他是股东 对他是 所以其实就会看到说 整个民众党的操作 其实有点荒谬 是为什么会这样子 对着民意对干 或者对着常识对干 或者是对着司法来做对干 甚至是我们也看到说 那我打个岔跟你讨论 民众党现在 这个两个比较能干的 政治的这一个人物角色 一个是黄国昌 一个是黄珊珊 黄珊珊是律师出身 黄国昌 这个法律法学博士 为什么要这么做 对啊 他们两个的法律专业 跟知识概念 应该都比我还要强 比你还要强 那何以你跟我有的 commergence 他们事实上并没有呢 还是他们刻意要扭曲 民众党的语论 跟群众跟支持者 走到那一个为反对而反对 而占司法占检调的路线 所以我们刚刚就提到说 其实现在民众党 全党挺一人 或是甚至全党挺财团 挺贪腐 又或者是黄国昌 作为应变小组的召集人 他为什么要做这些事情呢 甚至是一个 荒腔走板的情况嘛 等于是用体炼 把民众党跟柯文哲 绑在一起的 那我们就回过头来看一下 黄国昌的这个捆绑史好了 而且最早之前 是把立法院的门绑起来 然后是为了要捍卫 为我们的劳基法 要为劳工来发声 感觉上是非常的愿意 来为劳工朋友 来为民众来发声的 但是到了今年的 定一个会期的时候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一样把立法院绑起来 但是他是希望能够帮国民党 来通过这些扩权的 立法院职权行使法 那现在他用这个五行的铁链 把民众党跟柯文哲 跟财团跟贪腐绑在一起 难道他不知道吗 难道他没有法学素养吗 其实我觉得很简单 这也说明了 他为什么要到北检前面去静坐 来做承勤来做抗议 因为他非常清楚的是 有超过大概60%的人 其实是不满意民众党的执政的 他觉得好像说 我们只要操作过去 我们所善用的方式 只要能够操作仇恨 那我们其实就能够 捡到一些这种 不满民进党的选票 那还有看到的是 这样子做的状况是 能够让大家模糊掉 到底民众党里面 有多少荒谬的事情 持续在发生当中 刚才谈到金华城案件 可能跟这个不法的政治性 已经有高度的联动 可是除了说我们去骂北检 我们去骂法院之外 我们去骂司法不公正之外 还有的是 民众党本身 有没有该做到的地方 老实讲是有的 但是他们现在 只要一直对外骂 一直凝聚这样的共识 我可能就可以卷到支持度 我可能就会卷到选票 完全不用管 我们民众党内部该做的事情 所以帮大家回顾一下 民众党政治现金 还有哪些 其实应该自己可以做好的部分 包括说有查到 大概4000多万的 这个匿名的捐款 大概超过了10% 其实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我们也为此特地去查了一下 时代力量的政治现金 我们的匿名捐款 大概有多少 大概每一年加来 大概就是2到3% 都非常小 加起来是40几万而已 民众党是直接 柯文哲的政治现金 是直接超过了10% 超过4000万 到底这些匿名捐款 是怎么来的 要不要跟大家说清楚 其实到现在 都没有一个明确的解释 甚至是还有这些 可能假错障的部分 到底补证了没有 跟监察院补证了没有 找到会计是来签合查合了没有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看到 进一步的解释 所以他只要凝聚共识 我们来做抗议 我们来做澄清 我们来告诉大家说 民进党多荒谬 司法有多不公正 我们只要动员 这样的情绪 我们就足够了 我们自己不用改善 我觉得这是 整个民众党的操作 就是因为希望能够 透过这样的方式 我们才会说 它是有点邪教化 是希望大家情绪能够高涨 包括说像 我们时代力量 最近刚好中完 会计师的其中查账 我们就被发现说 有9笔 其实是违反政治现金法的 因为年假期间 超过15天 我们有存入银行当中 是违反政治现金法 你们违反什么样的法令 就是要在15天 15天内要存入进去 但是因为它 透过第三方平台捐进来 然后中间刚好又是年假 所以我们就超过15天了 依法就是我们要 退回给捐款者 或者是归公国有 那所以我们就 逐一打电话 那数位平台的退款 也很麻烦 很麻烦 对 没错 这时候重点了 我们就开始打这9位 9位人士这样说 不好意思 我知道你们很支持我们 但是我们就的确 有一些行政上的属实 说我们可能要退款给你 不然就会变成充公国有 但是支持的话你今年再捐给我们 这样子就很心酸的 就是我们打给他 他就觉得好像一丝诈骗 你知道吗 怎么会有人告诉我说 要退钱给我们 而且要跟大家报告 我们总统统统要给他钱 下一年度的政治现金 但是让他同意啦 所以还是要经过他 我们还是要兼顾 对 让他同意 但是而且你知道 我们这个9笔加起来是多少吗 一万七千块 我们就觉得有点心酸 民众党是那种四五千万 来来去去 然后这个不把锁的 可能是一百一十一亿啊 我们为了这个9笔 然后一万七千多块 在那边这么辛苦 其实硕实在蛮心酸的 可是我觉得 这就是我们的坚持啦 对的事情就应该要坚持做到好 然后也应该跟大家说明清楚 所以我们也觉得说 民众党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真的是太荒腔走板了 只要一直动员情绪说 一方面声援科文者说 要来避免政治迫害 同时又把这场活动 变成是反费死 其实完全就是冲突的 那其实实际上的 就是他只是在做仇恨的动员 和利用仇恨当工具 持续来攻击 持续凝聚他们内部的共识而已 好我们稍后回来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宁关 我有全新的官方个人频道 叫做宁关说说看 欢迎大家跟我一起来说说看 也欢迎大家订阅分享 按下小铃铛